早 我是罗宾 今天真的是非常早了 今天是7月1号早上的6点18分 准备出一只长蒲 全部都装满了 都是些非常零碎的东西 包括炒纸 电风扇 还有 菜板 就是砧板 高压锅 洗粉 今天去哪里嘞 武汉是一个三大火炉吧 到了夏天就酷热难耐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 包括我们武汉人啊 就已经很难受吧 就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作为我来说 我就特别讨厌武汉的夏天 很多武汉人吧 到了夏天就会选择一种避暑的方式 会在我们湖北境内选择一些比较近的地方去度假 与说 恩斯 利川都是比较凉爽的 在我们湖北来说是比较凉爽的地方 然后还包括神冬架 神冬架你跟朋友说了 本来是一个风景名胜区 那里海拔比武汉要高一点 然后它在山区 所以它那边特别凉快 到了夏天最热的时候 武汉有四十多度 它那边可能也只有三十来度 非常非常的凉爽 我带我母亲去过一两次之后呢 她就非常喜欢当地的气候 当地有卖那种度假小屋吧 我们就买了 自从买房以后啊 就是每年的夏天 就都会去神冬架的小屋去度假 就带我妈过去 正好我也开车 可以带很多她自己不能拿的一些东西 今天就是带我母亲回神冬架的家 然后呢顺便到三峡大坝那个坝区去参观一下 我母亲也没有去过三峡大坝 现在带她去看一看 好了 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开始啦 戴口见 原来开车啊 出来特别兴奋 有时候开十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我曾经有一次最远的一次就是开了三十个小时 从我们武汉一直开到了海南岛三个小时 中途可能就在服务区休息了一下 然后就到了三亚那是开的最远的一次 那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开一个小时就想睡觉了 我现在到了那个三峡 就是办我们自驾游嘛 要办那个自驾游的证 就是这样的一张证 也要提供行车证和驾驶证 然后呢还会检查我的那个健康码 就完成了 非常快 这边办理手续 你看那边叫大坝呢 远方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看到了 我们现在走的是西宁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二楼 一楼刚才一楼是彻底温的 从这边从这边上来的 对不对 一楼彻底温然后上到二楼 感觉像那个坐高铁啊那种感觉 修的挺好的 然后那边可能就是景区大八吧 这个景区门票是不要钱的免费 但是呢这个景区大八是要收费的 每个人三十五 所以不存在什么免费不免费啊 小孩那个优惠票什么的 我们是凭身份证买的票 所以呢就这里这里过 身份证 这边这边这边 这边 记录一下啊 这里三下大坝景区不能飞无人机 刚才在我摄影包里面检查出来无人机 然后就就寄存吧 然后他会给一张那个票 说是出来的时候在这边拿啊 不能飞无人机的 然后大坝还挺好看的 今天好像没什么人 哇 没人呢 没人 我坐这边吧 坐上车来研究一下 这个寄存是免费的 然后呢如果你超过了一天的话 它是这边 还是美建收五元的管理费 这边的一个负责人有说 不允许在景区上面大坝上面飞无人机 所以如果发现了飞 你有可能你就离不开这里了 这应该是通船的吧 就是从上游转到下游的那个 这叫什么 砸口吗 这个 哦 就关了在那边 潭子岭啊 我们现在去潭子岭景区 上下坡请坐稳 扶好 Please hold down I stand still and shutters at snow 坐了几分钟的盘山公路啊 也不算山了 很小的 像这种 绕了第一站啊 这一站叫什么名字呀 刚才 因为有没有导游 也不给一个人宣传画 也不知道 知道是上面写的三峡工程模型室 然后司机说从这里走上去 然后走到第二个乘车点 再坐车吧 这里就是三峡工程的一个全景图 上面有防洪 三峡水库防洪什么什么 库龙221.5亿立方米 对 这个地方是刚才我们经过的那个地方 这个 就是上游的船 然后通到下游或者下游 往上游的运输的船 那叫什么 这叫什么呀 这叫三峡船闸 这辆车上面一共就我们四个乘客 四个游客呀 刚才有问服务员 这叫潭子岭 185景区吧 是吧 哇 这都有电梯 还好还好 不怎么累啊 一上来就看到这个了 就是严谨飞行的东西啊 无人机啊 风筝啊 什么孔明灯啊 什么什么飞的啊 动力伞什么东西 好 我现在上来了 这里就是潭子岭景区了 这里看一看 转一转 大坝基石 看看沉闸 在哪 这边 这边是可以看到大坝的远景 这应该是大坝的最高点了 潭子岭是这块最高点 观看大坝 远观大坝最好的一个地方 这边就是泄洪 泄洪的那个长江 泄洪的 然后这里呢 这条道 它的颜色不一样 是吧 但是它也是长江 就是走船的 上游的船 通过这个水闸 船闸 通往下游 这是一个旅行团吧 可以看到大坝了 大坝 大坝 看一下 哇 泄洪口啊 可以看得到啊 有三个吗 那是泄洪口了 这边是上游 这边水面看得宽阔一点 你看这边下游 两个泄洪口 高级一百多米啊 怎么看不出老药茶 他不是在呢 这边吃了 这边吃了 高级一百多米 临着来啊 哈哈哈 往哪里 去这边 你去那边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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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长江上游 它不是下大雨啊什么的 它肯定要为了中下游的压力 所以它就泄洪嘛 你说这个泄洪以后 它就就不能发电了 这几乎上全部都浪费了 就是这样的感觉 损失很大 这块应该还是有个导游 或者什么来看 没有导游就只能看看大坝了 远观大坝 趁一下 去趁一下导游来 听一听导游怎么说 大家右手边 您看到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只凤凰 这个凤是楚国人的祖父 因为楚国人的祖先叫祖龙 是一个私伙这样的一位 类似于古代祭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据说他死后灵魂化成了凤凰 所以说有八人上虎 楚人重凤 据说 所以这个虎和凤 它所反映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 八楚文化 那么你看到上下有很多这种仙女 那么它所反映的是我们 霞江当中非常知名的景点 我们乌峡当中有一个集面叫乌山十二峰 李白曾经有诗写到 放舟下乌峡 心在十二峰 还有路由说 乌山十二峰只能见九峰 船后才退满秋空 那么都是写这个乌山十二峰 所以这个反映的是我们 同样的是霞江的位置 位于长江三峡当中 左右两边这个浮雕群呢 它所反映的是我们古代人和现代人 治水的这样的一个叠影的方式 应该有的人拿着刀啊拿着叉呀 好像呢在挖挖啊 枣枣的这种造型 这一个石头呢 它不是一个自然的石头 它是一个人为合成的 用钢筋混凝土交出而成的一个石头 叫什么呢叫节流石 节流 也就是堵住长江水流的意思啊 这个节流石大家一看都知道 它是一个正三角形四面体 它的每一个面呢都是正三角形 然后总共有四个面 那这种石头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把它放到这个水牛里面 之后它能够很快的怎么样 坐下来稳定下来 大家知道所有的形状当中的三角形是最稳定的 不管你是哪一个面把它放到里面 它都能够很快的坐下来 那如果说你设计成别的形状 比如圆形那水一冲呢 就把这个石头咕噜咕噜的给冲走了 它节流石的目的它就是堵住长江水流 所以我们设计成了这样一个造型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节流石啊 它是在原有的技术上呢 扩大一倍方式 真正使用的节流石没有那么大 这个节流石的重量呢是28吨左右 但实际上我们在真正节流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使用的石头的重量 只有8吨到25吨不等 就没有这么大 那为什么把它放大呢 主要是在这里呢 供大家拍照的 作为一个震水的标志 旁边呢还搞了一点小喷泉啊 感觉呢就更好一些 我们经常说水滴石穿 经常不断的冲石不断的漆石 那么下面如果出个洞的话 那大坝就危险了 哎上帝呢就是这么好 在我们上三下大坝上下游的 十公里的范围当中 它是属于整体的花岗岩 也就是这样的石头 这种石头它是属于硬性岩 水牛冲刷之后对它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这次的话只要是七几下地震 对这种地质呢 就是或者说花岗岩都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当然了 这不是偶然所得 这也是通过我们的专家 历经呢70多年的论证设计和研究 因为我们三下工程最早提出是在1919年 也就是民国八年的时候 就是由著名的国民宣区孙中山先生 在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当中 就提出呢要修建三下工程 不过当时修建三下工程 它是为了什么呢 它是为了改善此上游一段 也就是从宜昌到重庆 改善河道 因为在以前三下大坝修建之前 从宜昌到重庆 尤其是到了每年十月份之后 进入枯水季节 那回水呢是没有办法到达重庆的 只到达哪呢 只到达重庆的万州区 那万州以上船只没有办法通行 所以长江这样的一个民 就是我们所谓的黄金航道呢 它是没有办法通船 所以最早的设想 就是说把水位抬高之后 能够让回水能够到处到重庆去 把我们中国呢 就是西南部的重庆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大都市呢 经济啊给带动起来 这个应该是 因为今天7月1号嘛 可能是哪个组织的一个活动 请的那个导游 我觉得讲的还蛮好的 听了半天 太热了 听不下去了 走了 如果大家有幸到这边来看一看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请导游来说一说 因为他们会更专业一些 我们来只是来看个热闹 是吧 不太懂 听他说一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长知识的吧 其实没什么看的了 就是一些人造的一些景观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下一个景点吧 不大 就是可以远眺一下大坝 是吧 主要是这次来 也就是过来看一下泄洪 主要是来看一下泄洪的场面 因为平时的话一年 也就是夏季吧 雨水比较多的情况下才会泄洪 也是蛮难得的 平时来的话都看不到的 对吧 妈你是第一次来吗 就是啊 第一次来 你是第一次来 是啊 就是看你第一次来 正好就过来看一看呗 顺路 顺路看一看 你没看到那个船顶吗 那船顶慢慢的升高 看到没 看到没 那船顶 那个市 市那个地方是吧 越来越高 那就像坐电梯一样 刚才我没看到顶 对吧 嗯 然后就走到大坝的上游 这可以看到 就是大坝的水位了吧 对吧 这是大坝了 我知道为什么高峡苹果 就是原来这边是一个很高的峡谷 然后因为大那个 就是水面提高了嘛 就变成湖面了嘛 是吧 本来长江应该是往下流动的嘛 对吧 但是就禁止了一个湖面 所以就叫高峡平湖 我是想理解的哈 我不知道对不对 为什么叫185呢 185可能就是海拔吧 好吧 185米 然后水 因为它发电 水是从那个下面 从那个下面 发电机下面过去的 所以上面就很平静啊 我们是上游 对现在是大 大坝的上游 是不是感觉很平静 然后等会就去下游 看一下泄洪的那个 很汹涌澎湃的那个场景景观 对 这个高峡平湖 它是那个毛主席 当年写的这个诗词啊 它是那个峡谷能出平湖 它把那个水挡到水涨起来的 它是平静的 像平湖一样的 对对 高峡出平湖 对对对 出那种平湖 对 它这个185呢 山下大坝的海拔高度是185米 大坝不让你上嘛 就在旁边修的等高 这个185米的平台 你就和等高 和山下大坝的是等高的圈 就是我们下一站就是这样 不 下一站是泄洪的 下一站是泄洪的 下一站就是泄洪大坝 哎 这就是等高 这等高185等高185 那个泄洪它每年都泄吗 还是大水才泄 根据水量 这个要四川下大暴雨 大暴雨才泄洪 对对对 是泄洪啊 人人类想看 但是只要是一泄洪就肯定是灾 灾 对 上面下大雨的有灾它才泄洪 要不然它做正常的水位 它是肯定是要流到发电 对对对 它不可能这个水白白浪费 浪费了 这个它写的是公文长江向东流 流的都是煤盒油啊 对 相当于那个水发电 相当于煤盒油在发电 浪费 对对 它是白白浪费 它要是泄洪是白白浪费了 像您在这工作的一般能见到几次泄洪啊 基本上就是说正常的啊 一般是两年左右就会泄一次洪 两年就会碰到一次大水 但是好像是151617没有泄洪 但是17年到10月份那几天还泄了几天洪 对对对对对对 正常的是一般是每年的7月20号左右泄洪 就泄洪啊 今天是提前的 6月29号下来 今天早一些 对对 它这个是要根据 只要四川下那种大河 大河是185米 185米 像那个一般的铺水季节 它就会把水渠到175米 但是每年的3月份 4月份就开始 它就把水位下降到145米 万一来大水它会挡得住 有30米的库溶 有个缓冲 缓冲期 它有30米的库溶 一直到库溶 你说这六百多米 那还是蛮大的 越好大的库溶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根据下游的荆州那种 它的水位 大比说每秒只能流3000厘法米 或者4000厘法米 但是你现在已经有7000厘法米 它肯定要把它剪下来 把风风过了之后 就要保证它安全的水流量 它要控制 那要不然就7000厘法米 98年那样 5000厘法米 5600厘法米 下面就保护出来 98年那是因为没有大坝了 没有修好 只要水位降下来就不卸了 只要上面不下雨了 就不卸了 保证那一个正常安全的水位就行了 安全带机好 安全带机好 好高啊 大吧 好高啊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最后一个景点 也是巴士最后一站 这是下游 现在可以看到是有两个泄红口吧 在泄红 这一套装备要多少钱啊 三万啊 是吧 你好 没有那个寄存的东西 对 就这个 好 这个带子 带子还拿走 这个带子给我的 好 谢谢 刚好 好 游完了哈 然后我的无人机拿回来了 所以说一定不要带哦 现在三点半了 然后呢 现在定位导航要去我们的那个神龙架 还得四个小时 哈哈 所以我妈在车上面自己解决中饭 哈哈 好 出发 今天晚上到到家估计要得七点半了 还得赶路 这些山洪 搞定的 这些山洪 就要回来 干净 就要回来 然后 在坐 在车上 到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